卡哥 我知道你很会改积木人 但是你却没有改过一次怪兽 这次我可是一口气 寄了很多改造素材给你 如果你能挑选一个改造成怪兽积木人 小伙伴一定会给你点赞的 所以说卡哥是黑暗大同兵 但这也不是怪兽牧场的主人 我就说你们想卡哥改怪兽的 到底有几个在留言区先告诉我一下 不过呢 最粉丝的东西既然寄到了 那我们就来打开瞧瞧 哇 这东西还是满满当当的 那这里的话 哇 还不怕给卡哥第一点奥特曼卡片啊 哇 这一个的话 哇 是一个超帅的 骷髅哥马拉雅 这也是怪兽500系列的啦 哇 这东西还真不少啊 这对决软胶的话其实还是挺好的啊 不但这里有个格里扎的第二形态 虽说是软胶啊 但是细节还是挺丰富的哟 头雕的纹路也是相当的细致啊 而这边呢还有个艾格斯的超越型 这不但可以改怪兽啊 可能改我没有的奥特战士 而这个艾格斯的头雕部分呢 哇 尖变色都给做出来了 哇 还可以改个省了不少事啊 紧接神奈呢还有这个大家伙 哇 之所以这盒这么大呀 是因为它有一条大尾巴 哇 这里呢还有一个欧富三重 哇 这个也是我们有改过的鸡木人呐 这一次收到这么多软胶也太爽了吧 那这里还有一个我们有玩过的 奥特怪兽世界 大家看看 诶 原来这还得要组装的呀 哇塞哇塞 这完完全全 繁衍了金骨桥的组合形态啊 手臂 腰部 大腿还是有一点点可动的 细节方面也是杠杠的呦 哇 看子孙来说 这个改成怪兽还是挺合适的呀 哦 而最后的话 凯尤的金木盒有出过怪兽吗 我来打开看看 我的天哪 没想到没想到 这里面竟然藏了一个塔尔塔洛斯啊 不过呢 刚才进一股桥我就觉得很勉强啦 而这笑惊人啊 是那门子的怪兽啊 而且他就是一个金木人啊 不得不说我的铁粉套路声啦 紧接着 我们来玩玩CP包 来看看来看看 HR卡呢 哇 是西卡丽 CP卡 哇 这背景超酷的呀 是欧布爆炎啊 紧接着 第二包 看看看看 HR卡的话 是艾迪老师 CP金卡的话 诶 这是一张密集卡加旗的怪兽卡诶 还有两包 来吧 HR卡的话 诶 又是西卡丽 CP金卡在这里 哇哇哇 是赛罗诶 我喜欢 最后一包啦 来张超小卡片吧 HR卡的话 诶 是阿斯特啦 CP卡在这里 哇 不会吧 中了一张 终极赛罗啊 哇塞 这个好险诶 哇 太酷了 怎么样怎么样 卡哥的翁气还可以吧 奥特曼软胶的话 卡哥一定会好好利用起来啊 那么 怪兽的话 你们最想我 改造哪一个呢 到这里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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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